大家好,我是中文投资网的Angela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,下午6点整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社交平台Twitter,代号TWTR Twitter旗下短视频应用Vine的负责人Jason Tuff 近日在Twitter发文宣布 自己即将离职加入Google的虚拟现实业务部门 并认为VR产业的前景相当乐观 为了应对用户数增长放缓及股价下跌 过去几个月,Twitter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Twitter的CEO Jack Dorsey也在昨晚确认 在近期的重组中负责媒体、产品、工程及业务发展部门的四位高管都将离职 上周,Twitter股价跌过每股16美元,创下历史新低 与此同时出于对Twitter经营风险的担心 机构Stiffle下调了对Twitter的信用评级 今日Twitter下跌超过4% 全是微信用评级 自质心的寄业 也是微信用评级